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肖公公 今天3月16号了 阳光明媚的一天 你们看 这两盘天鹅绒 现在的状态真的是特别的极致 太美了 他们已经是我夜叉出来 即将两年的天鹅绒了 你们想象不到吧 他们在这个血叉盘里面 已经待了两年了 相当于就是我金控的 天鹅绒了 你们可以去翻一下 前年的8月份 9月份的视频 它应该是前年的8月份定制的 这一盘应该是前年的9月份定制的 天鹅绒这个频道 很多小伙伴都说 驾驭不了 夏天丑得要命 其实吧 我觉得多肉我们就要接受 它任何时期的状态 当它特别丑的时候 你不觉得更有期待吗 现在多好看啊 哇这两颗大单头绝了 这几颗大单头真好看 然后你们看这一颗 一颗是 这个应该是双头的 还是说里面是两片叶子 我也没搞洞 漂亮 这个时候它们都还有红心 哇我已经欣赏了它4个月的美貌了 看 别别别怕啊 小伙伴们 这颗扯蒙的呢 我想了一下 是时候拿出来 让你们看看它现在的颜值了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还在回忆了一下它曾经的颠峰颜值呢 我觉得再不把它拿出来给你们看一看 今年的夏天或者是到了秋天 它的颜值真的就会有质一样的飞跃 我记得过年的时候 我不是顿视了一下它曾经的颠峰颜值吗 然后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它生病了 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来给大家 看一看它现在的样子 我给你们看看它曾经的颠峰颜值吧 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 醒不来的梦 寻不到的天堂 一不好的痛 点不着的香烟 松不开的手 忘不了的梦 小伙伴们看到了吗 曾经的它真的是太漂亮了 叶层又多特别的美 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一场病就这样出不及防的袭击了它 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度的以为它要挂掉了 我就赶紧把它放到那个玻璃棚下面去 用那个杀菌的药给它灌根 然后喷撒它的叶片 你们看它的这个叶片我都就是生病的叶片我都没有弄的 哇那段时间真的是好丑 我以为它要挂掉了真的是当时可心疼了 这一颗的杆子你们看它的这个杆子有多粗 下面我们来把这些曾经被病菌清洗过的叶片给它扒掉吧 哎呦我可怜的扯蒙怒啊 曾经大病一场 现在终于慢慢的在恢复了 给你八八枯叶 太不容易了 你还是挺挺坚强的 生的那么 哎你们看一下伙伴们 这片叶子扒下来了 然后它的这个生长点还是非常好的啊 说明它的那个杆子应该不错 等会我们把这些叶片扒下来观察一下它的杆子 然后再进行后续的治疗 这些叶片 像这些叶片的话 它是以前的叶片嘛 然后这个是新长出来的 这些健康的叶片 我就暂时不给它扒掉了 不要认为把这些扒掉以后就会好看一些 确实会好看一些 但是它这些叶片 我们可以让它进行光合作用 输送一定的营养给这个植柱 它就会好得更快一些 以前你看它这些生病的叶片啊 我都没有给它扒掉 我就是想着有一点生病的叶片在 这一片有点爱手 这一片太爱手了 我把它扒下来吧 你看 其实你看这片叶 这个叶子还是很健康的啊 这片叶子 这片叶子还可以尝试一下叶叉 这片的杆子露出来了 桩子露出来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桩子啊 稍微把它们看 它的这个桩子 看这个桩子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啊 为什么感觉好像病得特别的严重 病入膏肓了 把这些叶片的扒掉 这个实在是游孙你的形象 曾经你是那么的让我骄傲 但是你生病了 我真的是好心疼啊 我都好怕你挂了 没想到你还是很坚强的 配合我的治疗 挺过来了 能扒的叶片我都已经扒了 然后这些的话就等它慢慢的消耗掉 沉蒙螺 这颗双头的沉蒙螺 你什么时候再回到你的巅峰岩子呀 但是你别着急 慢慢的来啊 咱们一点一点的恢复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你一定会恢复到 你曾经的巅峰状态 小伙伴们 这颗沉蒙螺的作业 我就给大家交到这里了 现在它的样子 还是让人挺心疼的 但是再过几个月吧 我们再给它一点时间 这一颗沉蒙螺 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交作业了吧 它呢 咋说呢 它没怎么生病啊 但是它就很奇怪 就有一段时间吧 它就是这种这种 不停的 呃 就是这种非常的难看 像这种本来它这里是一个很漂亮的夜心 对不对 然后它就分成了好几个头 就特别的难看 我就不愿意拍它 我就觉得它颜子有点不好看嘛 但现在的话你们看 从这一颗沉蒙螺身上啊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从这个夜心开始分 你们看到没 这夜心开始分 这个地方它长个头出来 我一度的认为像这样的 我以为是花剑呢 像这个的话我也以为是花剑 然后现在我观察了一下 不像花剑 它居然分头了 你就像这样的一个头 这样的一个头 它居然分成了三个头 然后你看这个的话 它这里顶上一个头 对不对 你看它边上爆了多少头出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边三个啊 然后四个 五个 六个 你就说厉害不 沉蒙螺真的是长得千奇百怪的 我还拿它没办法呢 你看枯叶的话也是挺干净的嘛 但是就感觉它好沧桑啊 这一颗如果是涮下来 它就算是我目前夜叉出来头最多的了 当初我记得我给它移到这个盆的时候 小伙伴们有印象吗 就是这个盆 当时它是有八个头吧 夜叉出来八个头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考古一下 这一颗啊 这颗我忘记了 移到这个盆是多长时间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数一下 它有多少个头啊 我们从这个头往这边开始数 我们从这个头开始啊 这是一个头 然后这个头的话就是 两个 三个 好 三个头 走吧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好 八个 九个 嗯 十个 十一 十二个 好 十二个 十三个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十九 二十 二十个头 二十个头 然后这里二十一个头 小伙伴们其实你看 它这个地方也是在抱头呢 看到没 21个头 哇 这一颗的话 如果到时候 这21个头要是都长大了 那岂不是太壮观了 你们看它这里面的这个装子 是多么的畅伤 看得清楚吗 有点逆光了 这一颗也还是挺自豪的呢 不错 表现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在想 它要搞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才好看呢 好 这一颗沉默鹿 这一颗多头的沉默鹿呢 我就给大家交作业 交到这里咯 这一颗沙漠之心 昨天其实上了一下镜 但是很多小伙伴都说 为什么我没有好好地表扬一下它 它如此的优秀 昨天确实给它一笔带过了 这颗沙漠之心是去年的5月份吧 然后移到这个盆的 我们的滑表带已经去给我考古出来了 小伙伴们看一下 这张照片就是它移到这个盆里面的时候的样子 变化大不大 那个时候它扎着丸子头 这个头特别的大 然后这两个头就是小小的 就像一个小娃娃 然后扎着两个丸子头 特别的可爱 当时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小头 你看现在这些小头也长大了 变化真的好大 到这个豪宅一年不到的时间 长了很多头出来 我想来给它把下面的枯叶给它弄一下 这个枯叶给它扒一下吧 把枯叶扒一下 它的通通会好一些 这样呢 这些头会更加均匀的 接受日光玉 这个叶子太大了 换一个小的叶子来 这棵是我叶叉出来的 厉害不 长那么大了 等到时候 我把点叶片下来 让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叶叉沙漠之心的快乐 你们看这多有成就感 也许很多小伙伴会说 现在的多肉价格也不是很高 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叶叉它呢 但这可能就是小公公人 一直以来 我为什么喜欢多肉 其实叶叉占了很大的比重 我就喜欢叶叉给我带来的 惊喜快乐忐忑还有惊吓 这里面还有好多小头 你们看到没 这里面都还有一些小头 不知道能否长大 我把镜头推近一点给你们看 看到了吗 这里面的小头 你们得努力的长出来 把头长出来 这样杆子就不会太土长了 好了小伙伴们 我就已经把它的枯叶全部都给录下来了 看这下面就是它的枯叶了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它的头比较多 每一个头我都扒拉开了 然后把所有的枯叶都给录完了 谢谢小伙伴们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拜拜